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制作这款饮品只需要四种材料 西瓜建议选择五子的 制作时就不需要专门挑出哦 清拧比黄柠檬更酸和胃苦的口味 更适合剩下的时候品尝哦 那就开始做啦 这道饮品只需要切水果和按比例调配就可以完成 所以切就是这次的主要任务 我用的这颗西瓜整体大约1970克 切四分之一来用就足够啦 对半切开后再次对半切开就好了 然后小心将西瓜的果肉切下 剩余的部分可以直接吃掉不浪费哦 然后将果肉切成小一些的方块 把中间最好看的部分单独分出来放 之后会用在顶部装饰 好看的和边角的比例 大概是2比3就可以 再来是处理清零的部分 其中一半直接对半切开 将其中一个留起来 另一个仔细将果肉切下 另一半清零切成厚片 到这里切的部分就完成了 切好的成品是这些 其中切下果肉后的清零可以按自己喜好做一些清零碎 接下来就是调配和组合啦 使用透明的杯子做出来效果会很美哦 我给出的所有材料可以直接用一个大的杯子来做 就是刚刚好的比例 如果需要分装 也可以按差不多的比例平均分配 首先将边角部分的西瓜铺在杯底 还有清零的果肉 接着用倒棒挤压出汁水 然后放很多很多的冰块 才会达到冰镇的效果 冰块放在这一层可以隔开西瓜汁的部分 也可以很好的撑住顶部装饰 就这样放入清零片 然后就是最开心的倒气泡雪碧时间啦 倒进杯里的雪碧 散发着碳酸饮料特有的声音 还有超级多的小泡泡 这大概就是汽水最有魅力的样子了 由于清零的加入 雪碧的甜味被中和的比较浅了 最后的四分之一清零 也是留给喜欢酸味的大家自己选择性加入 那么这款超级爽口清透的 西瓜味气泡饮料就完成啦 年年夏日绝对要来一杯 西瓜和气泡饮料真的太配啦 喝完一杯整个人都清凉了呢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